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21号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2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环球经济中心东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大湾区发展带来机遇 而香港交易所主席石美伦也表示 今年中央有多项政策支持 香港应当把握机会增强发展动力维持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 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 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环球通胀高企 主要央行大力收集货币政策对香港短期经济情况构成巨大压力 然而随着环球经济中心东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这些长期正面因素将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发展带来机遇 简单的来说在短期的角度我们需要努力的去管控好疫情 尽量的减低相关的社会成本 也需要在避免在经济上的短期的波动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在长期来说了我们必须做好部署做紧国家发展的机遇 黄伟伦透露香港金管局将会升级债务工具结算系统 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国际中央证券投管平台 更好支持内地与国际债权市场之间的联通 确保香港的人民币金融基建能够有效的支持 长远离岸人民币的市场发展 香港交易所主席石美伦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香港应在一国两制方针下不断增强发展动力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今年我们迎来了多项国家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香港是应该全面准确的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保持图特的地位和优势 维护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 保持普通法的制度 挫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 才能巩固我们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石美伦表示 中央支持在港股通引入人民币柜台 可以吸引持有人民币的投资者参与 有利于上市公司以人民币发行股票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 同场发表主旨演讲的还包括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金邦 亚投行战略政策副行长爱德明等 在美联储加息 俄乌冲突 能源危机等一系列 引发世界经济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 与货人士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真知着见 全面引发思考 凤凰卫视王叔 香港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